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看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日深夜,英超有場焦點對決,劉卡素到其時將為主場迎戰阿仙奴 而劉卡素表現強勢,過去九輪贏了八場比賽,只輸一場 但考慮到過往十次面對阿仙奴,輸了七次 所以劉卡素今次面對阿仙奴,應該放平心態,保和真勝為目標 說回頭三十三輪,劉卡素取得十八勝十一和四虎 有六十五分,排名英超第三,領先排名第五的利物浦六分 現在聯賽只剩下五輪,只要接下來的比賽,不要脫脫 劉卡素要循返歐冠聯只是時間問題 穩固的防守,是劉卡素今季能夠製身積分榜前列的主因 來到現在這個階段,失球數還未達到三十球 同時他們仍在英超中失球最少的球隊 近期劉卡素進攻方面亦火力全開 過去十輪有九輪至少入兩球 更是兩道製造出大慘案 分別五比一,韋斯涵和六比一,熱刺 他們的頭號射手哥林威爾遜,狀態火熱 前將對愛華頓時,上葉梅開二道 帶領劉卡素四比一取勝 上將與修涵頓一戰 就在下半場後備登場的情況下,完成梅開二道 帶隊三比一取勝 而目前攻入15球的他亦打破個人英超單賽季入球紀錄 同時,哥林威爾遜 還是紐卡素自1112賽季以來首位單賽季入球 是超過15球的球員 他近期出色的發揮 無疑是紐卡素今將爭勝的最大籌碼 要指出的是,紐卡素過去20次,英超對阿仙奴只取得2勝1和17負的戰績 其中英超6次與阿迪達輝下的阿仙奴對陣是輸了4次 有見及此,紐卡素今將應該以保住主場不失為目標 陣容方面,後衛、拉蘇尼斯以及卡拉夫都是因各種原因要決陣 至於另一邊,之前三連和的阿仙奴 在積分榜上的領先優勢逐漸被縮小 而隨著前輪1比4大敗給萬成 阿仙奴已經讓出榜首位置 目前在當賽一輪的情況下落後萬成一分 想要繼續保住增冠的可能 今次要與紐卡素一戰,真是不容有失了 有利的地方 自然就是阿仙奴在大戰前及時找回狀態 上將與車路士一戰 奧迪加特、梅凱爾島、加比爾至西斯亦感上天花 阿仙奴以3比1,輕取車路士 值得一提在加比爾至西斯攻入的是今季個人第10個聯賽入球 所以阿仙奴成為歐洲五大聯賽 唯一擁有4名聯賽入球數上雙球員的球隊 另外,加比爾至西斯生涯取得入球的55場英超比賽中 他所在的球隊戰績是50勝 五和保持不敗 在英超歷史上取得入球不敗場次最多的球員 但要指出的是,阿仙奴目前防線不穩陣 過去七聯聯賽都有失球 而過去五將合計32球 已經佔了賽季總息球數的三成 再考慮到紐卡數目前火力全開 阿仙奴今將想要如願帶走3分的難度都很大 陣容方面,後衛府安健、楊彤、沙烈巴都繼續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BYE BYE!